建大将投资10亿元在台湾中部来设立新的大胎生产线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制造的轮胎执行双反之后 台湾厂的产能借此取得更多美国轮胎维修商机 那目前大胎日产8000条 未来两年内以1.5万到2万条作为目标 产能能够增加一倍